第一步,量出打镖头到打镖物体的焦距 使它处于焦距法 第二步,将打镖物体移动到打镖头前方 将光链开关,光链探头放到被打镖物体上 离开打镖物体,打开光链开关 将被打镖物体移到镖头前 将光链探头移到打镖物体上 使其检测到物体 离开打镖物体 按下光链开关T字键,检测信号 将打镖物体移回 按T字键,检测信号 将寄米轮放置在流水线上 使其随流水线转动 点击设置 在流水线标签页,找到编码器选项 点击测速 取测速平均值 关闭界面之后,取消使用编码器 在模拟流水线速度处填入测试的速度 点击右下角开始噴码 选择端口出发使能 放置打镖物体 让打镖物体通过打镖机进行测试打镖 观察打镖物体从光链探头下路过时 是否有信号出发 当喷码位置在理想位置前方时 说明出发时间过早 将光线探头 沿流水线方向向前移动一段距离 或将喷码内容向前移动 或将喷码内容向上移动 或将喷码内容向下移动 喷码内容位置在理想位置后方时 说明检测时间过晚 将光线探头 沿流水线运动反方向移动 当打镖内容在理想位置以上 或理想位置以下时 转动摄像架把手 使光路上升或下降 从而改变打镖内容位置 经过校正打镖内容处于立下位置时 放置多瓶水 开启流水线 检测多瓶水 经过打镖头时 打镖效果是否一致 就会把手放进去 就会放进去 就会放进去 旁边的油 什么都要放进去 我会放进去 这个油